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他十分喜欢水 对此爸爸也说 上辈子你一定是条鱼 玉田的妈妈在他七岁的时候意外离世了 所以玉田从小跟爸爸相依为命 从小没有生活能力的他 甚至连穿衣吃饭都需要爸爸的照顾 说起玉田的爸爸 他是一家水族馆的电工 事实难料 很快他就被诊断出了肝癌晚期 甚至自己时日不多 又害怕自己儿子无人照料 于是他便决定带着玉田一起撑海自杀 我也没想到上天给玉田关了一扇门 却给他也开了一扇窗 玉田的水性极好 在进入海里后 他自己解开了绑在腿上的绳子 就这样雅夫子获救了 得救之后父亲泛然醒悟 也许是上天冥冥中注定不让玉田死 于是便要送对方去治理学校 但因为对方也能太大拒绝了 随后又送去养老院 养老院又嫌玉田太小 走投无路之下 想把玉田送到精神病院 但在看到助理的病人后 不忍心的父亲便带着玉田离开了 好在最终 有一家民办福利机构收留了玉田 在接下来 父亲就开始培养玉田独自生活的能力 面对玉田的一次次犯错 父亲只有一遍遍的重复 玉田重复无数次 但是为了玉田 他从来没有感到厌烦 甚至他担心自己的儿子 在自己死后没了依靠 很快玉田因为成日跟着父亲上班 结识了小丑演员香秀 作为玉田唯一的朋友 香秀跟玉田讲自己的经历 和他聊天 并告诉他自己的奶奶在天上 但玩得再好 小丑演员终究是要离开的 于是在香秀离开之前 他教会了玉田如何接电话 等到第二天 玉田再次来到海洋馆时 他却发现在这小丑演员的车已经开走了 对此玉田十分失落 只见他静静地望着电话亭发呆 还是没能等完香秀的电话 于是他跑到大街上 并坐到了麦当劳叔叔的身边 可能在他看来他也是小丑 他可能把对方当成灵人了吧 很快 玉田的爸爸也去世了 在他去世前 爸爸有种心肠地告诉玉田 自己和我绘画成海归守护着他的 这样玉田一直记在心上 在爸爸的葬礼上 玉田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悲伤 只见此时他手上依旧保持着日常的习惯性动作 只见他为一笑 与一朵小花坐着交流 此时一个人的生活 玉田已经完全适应了 他可以独自坐公交车 他可以自己水煮鸡蛋 他还记得爸爸说的 狗狗应该放在沙发上 而不是电视上 电影的最后 玉田没有流浪 他被海洋馆所收留 这样一来 他白天可以完成自己的梦想 当一条鱼 晚上就可以回福利院睡觉 就这样 玉田终于如父所愿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故事最后只见此时水里的鱼儿 成群结队 与只巨大的海龟 正在慢慢地遨游 只见玉田向着海龟的方向游去 最后趴在他的背上 露出满足的笑容 这是爸爸给他的海洋天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 大家有何想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进行评论留言 小编期待与大家进行讨论互动 你还想看哪部电影的解说呢 小编会尽快为大家解说的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 别忘记了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